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没吵过一次价 妻子的梦想是开一个瑜伽馆 这样就不用被别人约束 也不用给别人打工 而前几个月 我们也终于攒够钱 盘下两间房 改造成了瑜伽馆 那晚 我吃完饭 正躺沙发看电视 手机响了 一道熟悉的声音 在话筒里响起 哥 我回来了 刚子 虽然他在监狱蹲了七年 但我瞬间就听出他的声音 因为他是我的好兄弟 哥 我能在你家住一段时间吗 兄弟 我家大门随时向你敞开 我说道 挂了电话后 我点了根烟 思绪也飘向了多年前 刚子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 他高大凶猛 上学时 我们一起打架 一起泡妞 但真正令我记忆深刻的 是另一件事 承越是我上学时暗恋的对象 他长相甜美 性格活泼 是公认的笑话 那时我性格内向 只敢把对他的情愫 深藏在心底 但刚子就不一样了 他是花丛老手 喜欢打篮球 很受女生的欢迎 我还记得那天 刚子满面红光地 发给我一个视频 我看他一脸坏笑 就大概猜出视频内容了 但当我看清女主角的脸时 却如遭雷劈 是承越 我日思夜想的暗恋对象 我的女神 承越 被我的好兄弟上了 我愤怒 却又不知向谁发火 像是受到了不能言说的羞辱 视频里的承越 将我心底对他美好幻想 吞噬殆尽 视频结束 刚子得意地问我 咋样 哥 别看他平时那么假正经 一天就被我拿下了 刚子没注意到我颤抖的手 我也没回答他的话 只是转身走了出去 后来没多久 刚子因为故意伤人 被抓了进去 时隔七年 他回来了 第二天晚上 我在车站见到刚子 俩人紧紧相拥 七年没见 刚子更壮实了 回到家里 妻子打开了房门 家里显然被妻子重新收拾了一遍 而妻子也打扮了一下 吊带连衣裙的开叉 刚好到大腿边侧 一件普通居家裙 硬是穿出了只可远观 不可泄完的仙气 嫂子好漂亮啊 我哥真有福气 刚子坐在沙发上 一点不认声 好听的话张口就来 秋会捂着嘴笑了笑 怕我耳边轻声说道 你这兄弟可比你嘴甜多了 晚饭时我和刚子把酒言欢 多年不见 自然有说不完的话 秋会陪我们熬到半夜 就回去休息了 哥 这世界变化太大了 我没问题 你能帮帮我吗 刚子喝得有些多 说话有点断断续续 我知道刚子刚出狱 不好找工作 我重重点头 你先在你嫂子店里帮忙 再看刚子 他已是歪着头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 我起床走出卧室 刚子已经在客厅里 和秋会有说有笑 这小子对付女人果然有一套 或许这就是天分吧 我坐在沙发上搂着妻子 亲了一口 妻子白了我一眼说道 给你留了早餐 那么晚才起来 说完 他就准备去厨房给我端饭 随着一声惊呼 我和刚子不约而同地看向他 秋会早上穿的是一身丝绸睡裙 而我坐下时不小心压到裙脚 随着他的起身 宽松的领口被扯了下来 从刚子的角度看去 满目风光一览无余 秋会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满面羞红地瞪我一眼 急忙将睡群领口整理好 突然而来的尴尬 被我们集体忽略 饭后我去公司上班 而刚子则和秋会一起去一家管理帮忙 晚上睡觉的时候 妻子突然问我 刚子蹲了几年 七年 我说道 怪不得 他看我的眼神 跟狼似的 秋会说道 估计憋坏了 你给他介绍俩小姐妹 我问道 去 我才不把闺蜜往火坑里推 放心吧 他不会缺女人的 很快就不用咱们操心了 我说道 秋会没回话 我转过头 却发现 他正似笑非笑地盯着我 我心里有点发毛 问道 怎么了 你爱我吗 秋会悠悠问道 当然 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妻子的表现有点反常 我脑海里突然又浮现 成月和刚子的视频画面 突然紧张起来 难道秋会也被刚子 不过妻子却不说话了 他揽着我的腰 把头枕在我的胸前 难难道 我也爱你 我的心头有些火热 忍不住把妻子搂得更紧了一些 秋会在我的怀中 闭着眼睛说道 我喜欢你抱着我 很有安全感 我们享受着爱人间的温存 不知为何 我脑海里和刚子乱搞的成月面孔 慢慢变成了妻子 但看着妻子柔美的面庞 我觉得我想多了 人和动物一样 都有欲望 不同的指示人总是被世俗和道德束缚着 我相信妻子不会背叛我 黑暗中我似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一张大床 两人相拥而眠 心踢心离得很紧 又似乎隔得很远 日子过得很快 我以为我们会这么平静地过下去 等刚子攒够钱 找到新的工作 我的生活就会恢复正常 但上天总会故意作弄人 那天下班 刚子拿到妻子发的第一个月工资 要请我们夫妻俩看电影 我们坐大厅等 离上映时间还有十分钟的时候 妻子要去卫生间 刚子也跟着去了 我抱着爆米花 准备找个地方坐下 就在这时 我看见走到拐角的刚子 似乎在妻子的臀部捏了一把 我脸色一变 刚要再仔细看时 他们俩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我皱着眉 难道妻子和刚子真的搞在一起了 等他们回来 检票时 我紧跟在妻子和刚子的后面 仔细打亮着两人的举止 却没发现任何异常 刚才是我眼花吗 进了观影厅 里面黑黑的 很难看清四周 本来我想坐中间 但不为何 妻子竟然主动坐在了中间位置 我有心想换座位 但我更想验证一下 他们俩是不是真的有奸情 坐下后 妻子抱着我的胳膊 扭着身子看电影 而我不停地用余光撇着俩人 我立刻宁目看向妻子 这时我才发现 妻子竟然和刚子腿碰触着腿 但两个人都是很认真看电影的姿态 妻子的裙子很短 她上半身依偎在我身上 下半身是在刚子座位的方向 我不露声色地观察着 心里的疑惑越来越重 难道妻子真的出轨了 老公你抓我的手做什么 妻子突然小声道 嗯 我看到妻子哑然地望着我 看她有些痴疼地揉了揉手腕 我看了看 果然是她的手 老公你用的力好大 像是第一次握人家手一样 妻子有些害羞 我想到第一次握她的手 非常的激动和兴奋 当时的手都一直发抖 很用力 没想到妻子主动提起这个事 我皱了皱眉 不知道她是掩饰 还是故意转移我的视线 但是我感觉到 她的手心有些潮湿 她像是很紧张 我扫了一眼旁边的刚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做贼心虚 紧挨着妻子的腿 收了回去 我心里很于憋 我很想爆发出来 但我又不甘心 我富尔轻声问妻子 你怎么总是乱扭 她没有回话 顺势再次依偎在我的怀里 小声地说 好好看电影吧 回家的路上 俩人不停地讨论电影内容 见妻子毫无异常地反应 我不禁想 刚才难道是我多心了 但看电影前 刚子摸妻子屁股的画面 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回到家后 不知道是有意逃避我的追寻 还是什么原因 妻子一进门就去了浴室 一肚子的疑问 也只好压下 趁妻子进去洗澡的功夫 刚子壮弱不经意地问了一句 哥 你跟嫂子感情怎么样啊 他这话 是在故意挑衅我吗 我眯起眼睛 不悦地加大了音量回道 我们可好得很 文言 刚子表情有些古怪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见我动了怒 本来要说的话也噎在了肚里 自讨了个没趣 看着刚子魁梧的背影 我心里微微移动 一样的感觉更甚 夜里 妻子洗完澡的身体 还若有若无地散发着芳香 闻得我心愿一马 电影院里的一幕 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 出于赌气还是什么的缘由 我翻身压在妻子身上 就吻了下去 平时还配合我的妻子 此刻却白手抗拒着我落下的亲吻 扭过头去 老公 我今天累了 台员瞅见 妻子隐隐有些不耐烦的面孔 一枪浴火 顿时被焦了个彻底 累 看个电影还能累到那里去 我看就是和刚子偷偷干了什么吧 心里胡思乱想着 奈何我手里没有证据 贸然指出来 不就打草惊蛇了 值得压下心底的不痛快 又翻过身去 妻子像是没发觉我的遗养似的 自顾自地说着 对了 我下一月要去广州参加瑜伽大赛 瑜伽大赛 不久刚好能给她提供一个 绝佳的偷情机会吗 无数条思绪在脑海里闪回 我洋装无意间提起 让刚子跟你一块去吧 路上也有个照应 妻子似乎欲言又止 顿了顿 半晌后还是同意了 这么好的机会 我就不信他们不会趁机搞在一起 一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 秋慧早早就收拾起了行李箱 出发前 我趁秋慧出门扔垃圾的空隙 偷偷打开了她的行李箱 看着一箱子的漂亮衣服 我在心里冷哼一声 这是参加瑜伽大赛去的吗 不知道的 还以为去选美比赛了 我把提前准备好的窃听器 塞进了箱子里 完美地隐藏在了阁层 转头刚把箱子合上 脑海里就蹦出几个可能性 万一被安检查出来了怎么办 而且要是行李箱被扔在屋子外面 我岂不是什么有用的东西都听不到 不行 窃听器还是差点意思 我得想个办法 实时监控到妻子的动向 至于现场 我还是得亲自走一趟才安心 第二天 我原先定了个六点的闹钟 可是睁眼一看 身旁早就凉了 反而浴室里传来轻微的水声 心里冷笑一声 不让我碰 要去出门倒是比谁都积极 趁邱惠去冲枣的功夫 我在她的枕头下翻出了手机 在滴滴软件里 把紧急联系人的号码 设置成自己的 再打开默认分享行程 接下来 邱惠去的每个地方 在我的手机里 就能同步看到了 到了机场 我同以往一样 和邱惠吻别 这一路上 可要保护好你嫂子 掉一根头发 我可要找你啊 我拍了拍缸子的肩膀 玩笑似的打去倒 刚子的脸色有点复杂 明启纯思量了片刻 还是点点头 路送着那两个身影登机 消失在视野中 本来要回家的我 转而回到了后机大厅 准备登上下一班飞机 我们两个一前一后 抵达了广州 打开手机 地图上那个正在 飞速移动的头像 终于停下来了 目的地是一家酒店 一瞅时间 已经下午了 我连忙栏下一辆出租车 就往酒店的方向赶 今天晚上 我倒要看看 能不能抓住这对狗男女 到酒店之后 门口就贴着一张告示 我打眼一瞅 正是关于瑜伽大赛的 粗略地扫了一遍 真让我找到些 有用的内容 最后一行写着 参加比赛的选手 请前往十八层 我心下一喜 这下还省得我拐弯抹角 从秋会嘴里套出来了 在附近折服了一段时间 夜幕刚拉开 我就溜上十八楼 这两人终于能摆脱 我的监视了 干柴烈火一碰 今天晚上十有八九 要在一块私混 可是手机上显示的头像 就和我在一起 再惊喜不到门牌号了 我值得使出这招笨办法 在走廊上 溜达着摸清地形 再蹲守在尽头 空无一人的走廊上 一切动静都被放大了 在路过一间屋子时 耳朵里突然钻进来 一阵奇怪的声音 脚步急忙杀停 我的神经灯时紧绷起来 站在这间屋子面前 轻轻将耳朵贴在门上 让声音更清晰地 传进了耳末 泪一声声 虽然隔着门板 听得不太真切 可是声线和秋会的如出一辙 心脏突突地跳了起来 谨慎起见 我颤抖着手 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拨打了秋会的电话 搁在耳边 精神高度集中 谁知这通电话没想多久 就被人摁断了 嘟嘟声终止在耳叹 一个越来越清晰的答案 浮现在脑海里 他不会平白无故挂我电话 所以在这扇门背后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在 我再也忍不了胸中 积压已久的愤闷 使出十分劲道 抬脚踹向门板 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这一脚下去 直接给门踹开了 此刻的 我已经杀红了眼 过不上脚上的疼痛 直奔床上就杀了过去 你们这个狗男女 最后一个字音还没落下 我就雷屁一样 蹲在了原地 女人一脸惊慌 拿被子将自己的身体裹住 嘴里不住地求着饶 男人也吓得不轻 捂着脑袋乱窜 而那两张脸 我无比陌生 竟然不是秋慧和刚子 糟了 抓错人了 太阳学的神经 突突地跳着 我的心一下子 紧紧揪了起来 现在这种情况 承认就是等死 我的思绪飞速转动着 这两个人 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 看样子 也是心里有鬼 我倒不如将计就计 哄骗过去 这么一想 我当机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对着他们 咔咔拍了几张照片 装模作样地放下狠话来 你们完了 等着静身出户吧 我错了 大哥 别给我老公发 女人眼泪呼了一脸 嘶哑着嗓子求情道 从这个人身上 我甚至看出了几分秋慧的影子 他被我当场捉到的话 会不会也是这副模样 正在我走神的时候 手机铃声大噪起来 在手里不安地震动着 我一看屏幕 可不就是秋慧吗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我吞了吞口水 别废话了 我是拿钱办事的 谁让你管不住自己的 闹到现在这个局面 都是自找的 撂下这句话后 怕被这两个人缠上 我连忙夺门而出 跑到空无一人的楼梯间 我才接下电话 老公 怎么了 刚刚在洗澡不方便 所以没你的电话 对于他这个借口 我是一万都不信的 不过这种情况下 还不能逼得太紧了 没什么大事 就是确认一下 你有没有安全抵达 秋慧在那边倾笑了一声 回到 我们已经到酒店里了 不用担心 我察觉到 他的声音有些断断续续 似乎还在干别的事 嘴里塞着什么东西似的 便有意拖延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这次的赛程持续多久啊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我已经有些想你了 电话那头的喘气声 也大了起来 我越发紧张 最多一个月吧 很快就回来了 另一边在走廊 溜达了一圈 观察着哪个房间 能听到秋慧的声音 但这声音太细微了 我压根听不清 是从那个屋子里传出来的 秋慧说着说着 也找了个借口要挂 我也没办法再拖下去了 只得任由电话挂断 面对着这一排紧闭着的房门 线索算是断了得干净 无奈之下 我只好先找了一个落脚地 就在这家酒店的对面 开了肩房 顺便买了一台望远镜 以便于观察这边的动静 大部分时间都拉起了窗帘 我在这儿观察了好久 都找不到特别的发现 百无聊赖之际 我点开了秋慧的朋友圈 这才到了两天 她就更新了好几条动态 全在晒自己的照片 有在海边穿着泳衣的 九宫格照片 每一张摆的姿势 都有精心设计过 泳衣包裹下的身材 玲珑有致 也不知道在诱惑谁 还有游泳冲浪的视频 活像是来度假的一样 而这几张照片里 钢子都在她身边 录着精壮的八块腹肌钢子 和秋慧站在一起 简直是天作之合 秋慧 我倒要看看你的狐狸尾巴 什么时候能录出来 隔天夜里 正要入睡时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我给秋慧拨了一通电话过去 彩铃响了好一阵 这首歌听到末尾都没人接通 我心里当时有种不祥的预感 忙坐起身 拿起望远镜 就望向对面那栋楼 不行 不能让她跟上次一样 想到借口之后才接 于是我继续拨了第二个电话过去 依然没人接 直到我欺而不舍地 拨了第三个电话之后 电话才被人接起 我抛下一连串的问题 直问得她哑口无言 老婆 你在干什么呢 怎么这么久才接了我的电话 我屏住呼吸 全神贯注地 听了话筒里传来的声音 那边隐隐传来的奇怪的阴宁声 正要继续追问下去时 就听见秋慧开了口 老公 我刚刚在没打手机 这句话完全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来 语速是出了起的慢 她的声音明显有异样 我的心高高悬了起来 都给她狡辩的机会 继续逼问道 你在哪呢 大晚上还有什么诗啊 同时 视线透过望远镜 飞速在对面扫视着 没有 这下是真真切切地泄出了一声 像一滩凉水 顿时将我浇了个透似的 我只觉得血液都凝结住了 我不可能听错秋慧此刻 真的在和别的男人乱搞 秋慧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刷了一下挂断了电话 不给我再追问的机会 听着话筒里传来的嘟嘟声 一腔怒火闷在胸膛里发不出来 我狠狠捶了捶墙 随后颤抖着手 继续观察着对面的窗户 秋慧 你究竟在哪个房间呢 突然 我的注意力被一对在窗边的男女 吸引了过去 男人宽厚的脊背 严严实实地挡住了女人 而两人就在落地窗上 连窗帘也不拉 我闭了闭眼 仔细端向着女人的轮廓 似乎真的和秋慧有点像 来不及再做思考了 现如今只有这个线索了 无论是不是抓错人 我只能孤注一掷了 根据窗子 我寻着记忆里的房间分布 算出了那间房间号 得到答案之后 我马不停蹄地夺门而出 直奔对面的酒店而去 一想到钢子背着我和秋慧 搞在一起的画面 我就难以抑制那股火气 乘电梯的那一分钟 我甚至感觉能有一个小时那么久 站定在1821的房门口时 我深呼吸了几下 平复着急促的心跳 要是又找错了地方的话 我从脑子里甩掉这个可能 攥起拳头 这次一定没错 窗台上的那个女人轮廓 绝对是秋慧没错 我赌上所有 同那天一样 飞起一脚踹开了这扇门 赤红着眼睛 这次我什么话也没说 直接冲着卧室去 眼珠一转 果然有一对在落地窗边搞的男女 女人的脸正对着我 在看到我的一瞬间 瞪圆了眼睛 猛垂着男人的肩膀 今生间叫道 老公 你怎么在这儿 看清他的那一刻 我心里的巨石终于落了地 这次终于找对了人啊 可等男人扭过头之后 我却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这个男人 竟然不是钢子 对于眼前这张脸 我怎么在脑子里搜寻 都找不到与之相关的信息 吃惊过后 不管甚至钢子 这人都罪无可恕 说不上来是愤怒居多 还是痛苦居多 我嘶吼一声 冲过去一拳锤在了男人背上 偷人偷到我老婆身上是吧 那个男人撞得跟牛一样 挨了我这一拳 却还像没事人一样 对于我的控诉 男人冷笑一声 不做解释 只是眼急手快地 还了我一拳 没料到他还会还手的我 一下子银链被打中了一拳 愣愣地摸着脸颊 这一拳彻底激怒了我 怒吼一声 就扑上去胡乱地反击着 住手 别打了 秋慧声嘶力竭地喊道 他也不敢冲上来撕开我们 只敢在一旁嚎叫 本来还站进上风的我 纠缠着就处于了下风 可是我常年坐在办公室 哪会是这种肌肉猛男的对手 这个男人全风凌厉 下手稳准很 每次都能精准地打到我的软肋上 我全听这一口气 硬撑着跟他对打 五脏六腑中 都被怒火染了个遍 可终归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没几个回合 我就被他压在了身下 还被压住了双手 男人还挑衅道 你还敢跟我动手 自不量力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来破坏我的家庭 我气红了眼 双手虽然被挟持住了 我转而死死地咬住了他的小臂 不要再打了 男人吃痛地叫了一声 也被这一下实实在在地咬疼了 说着就高高举起了手臂 就要直击我的面门 我闭上眼睛 牙齿依旧不肯松开 可是预想中的痛苦并没有到来 反而听到了一声惨叫 同时禁锢着我双手的力道也松开了 我试探地睁开眼睛 发现欺压在我身上的男人 被另一个人在身后偷袭 已然被放倒在地 刚子 你怎么也来了 秋慧惊讶地捂住嘴巴 一脸的不可置信 我再晚来一会儿 我哥就要被打死了 男人陷入和刚子的缠斗之中 而他怎么可能是刚子这种练家子的对手 我健壮也忙不迭地爬起身 给刚子搭把手 多对一 这场缠斗的结果无庸置疑 在我俩的相互配合下 男人最终被打了个半死 瘫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尽管打了他一顿 算是出气了 可是我心里依旧不痛快 冷眼看着秋慧 深吸了一口气 我说道 说说吧 他是谁 秋慧身体猛地一颤 跪倒在了地上 一个字都憋不出来 上次在电影院就是秋慧先撩拨的他 但是苦于手上没证据 也没办法提醒我 要是人家秋慧其实并没有那个心思 只是一场误会的话 那岂不是他就成了破坏我家庭的元凶了吗 所以他只是侧面问了一下 我们的感情如何 但刚才也没想到 这个男人竟然跟到了广州 在眼皮子底下和秋慧搞在了一起 刚刚也是在隔壁听见了动静 闻声而来 顺势就收拾了那个男人 秋慧哆嗦着身子 扑到我的脚边解释道 老公 是我的错 我下次不会再这样了 看着秋慧这副不值钱的模样 我心里早已不会再对这个女人心软 攥了攥拳头 姝儿又松开 世然一般 我拖了力地陷进了沙发里 离婚嘛 这是没得商量 秋慧还要再求情 我直接抬脚踢开她的手 居高临下地望着她 像是在看一只丧家之犬 秋慧 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再也没有留给她一个眼神 我决然地走出门 后来秋慧也想通了 自愿净身出户 签下了离婚写一书 而我卖掉了这个拥有着许多回忆的房子 回到老家 开始了新的生活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